喜好除非 大家好 我們是 可媽媽 可媽媽 我是Lesa 我是Kelly 我們今天有薛 欸 那你不等他欸 你不是可媽媽嗎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有新裝備 我們今天多了防噴網 防噴網是 就葉樹華達到那個 對對對,他去上了the first take的時候 達到那個 因為那個有蠻多人會反應說 我們的噴音好像有點重 對,不期 我一開始有點想要不予理會 但我最後屈服了 因為我自己聽到也有點痛苦 還是我們就 避免 這樣講出某些字 例如避免 喝開頭的嗎 喝不行也不能講 就是不要在節目上BBOX 我們的不行要改成親 不許 好難喔 好難喔 我今天要先誇獎發 好黑喔 好黑喔 你快樂嗎 你好黑喔 我記得我很快樂 你有賽場嗎 夜市我還是 我在離島 你把麥克風打歪了 就是我前幾天去那個 就離開台灣本島 是我人生首次離開台灣本島 我都除了在台灣國內 因為我很怕搭船 是喔 可是可以搭飛機去離島 有些島沒有 然後可能 天候因素什麼會很容易取消 你最終還是得搭船 所以你第一次到離島 對我第一次到離島 過船真的很可怕 綠島 蘭嶼 金門 洪湖 河嶼 河嶼島 河嶼島不是啊 然後開心嗎 開心啊 但我一下傳都看到柯文哲的巨星看板 你去的那個離島已經有柯文哲 柯文哲在小琉球貼的超多巨星看板 為什麼 等一下你要直接說出你是去哪個離島是不是 沒關係啊 就是因為很多人去啊 然後反正就是一堆柯文哲的 因為柯文哲那個 他貼到小琉球幹嘛 小琉球也是有投票權的喔 不是 不是 好 對不起 才開始大概不到五分鐘就失言了 就開始得罪了 欸我想先問一個白癡文哲 所以小琉球是算哪個縣市 屏東線啊 喔屏東線 是吧 反正就是一堆他的巨星看板 然後因為小琉球 小琉球那邊好像是因為他是 就是那邊的人大部分是靠海 就是靠海生活 我在講平衡 你剛剛有打對 但是你又跳過 對 淘海人沒錯 可是我覺得淘海人好聽嘛 有時候覺得 嗯 我不確定這 因為我 這是台語直翻 然後就是很多與業相關的傳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神秘的那個當地景觀 就是他的廟超多 嗯 就他們很多是 例如我家 媽祖之類的嗎 各式各樣的廟 然後又很多 反正就很 你大概走幾步就是一間廟 嗯 然後我去查 就我就現場查 覺得好像是因為那個 他們就很多是捕魚的人 或船長什麼的 所以他們有 可能常常拜拜會感謝那個 希望神明保佑 然後後來真的很順利 出入平安 然後他們就會蓋一個廟來還願這樣 就變成 所以就一直蓋廟 所以我看到巨型的柯文哲 看板也不意外 畢竟他也是一個行星宗教 哈哈哈哈 蛤 已經深入到我們屏東了 我覺得是太大了 就是你那個頭 有必要那麼大嗎 是他一個人solo看板 等一下是那張 是那張秀很大的那張嗎 對對對 然後旁邊寫什麼 國家海給你嗎 旁邊就是理性什麼 理性 理性物質科學 啥小的 喔你這樣記得起來 啊他 你不是想要講一個他的笑話 不要 你講一下嘛 不是啊 柯文哲 還是講的 柯文哲最近都很不好笑欸 他很無聊 因為他上週 可是我最近有聽到一個說法 怎麼說法 因為像我們就會一直很期待選舉 有些好笑的戲嗎 好玩的戲嗎 然後有些人就會說 大選有需要好笑好玩嗎 當然是 選舉我們是要理性的啊 都是韓國瑜害的啦 怎麼會當成綜藝在看 把那搞笑的標準拉太高了 你要問 可是這些人會不會同時也覺得賴清德很無聊 喔 因為認真做事的相反就是 你不會有這麼多畫邊新聞 因為他可能就是一直去做 我們家人家說我們在幫賴清德講話 不行嗎 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綜藝節目 哈哈 沒有啊 因為柯文哲上禮拜 好像是他有發一個那個 給黨員的信 反正那天我對高宏安的案子做一個表態 他說高宏安的案子 一分真九分假 然後大概過得不到同一篇文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他是在說這個案情嗎 對他說高宏安的事情就一分真九分假 然後同一篇又變成十件有八件是假的 一直在倒數中 他開始在倒數 然後後來他又有一封信 因為他要跟黨員解析一下 你是說所以綠營指控的那個真實度越來越高 隨著他的他的 然後後來他又有一封 因為他要做一些黨務改革 就有做一個一封信給黨員 然後他就寫說 這陣子以來有很多鋪天蓋地的負面新聞 三分真七分假 然後這三個 真相比例開始越來越高 都在同一天 同一天嗎 對都在九月二十七 蛤 你在一天內一直在倒數個屁啊 那過了幾天 現在差不多應該也是差不多九分真一分假了吧 可能會一半捲一半假 或我半信半疑 他可能會蓋牌 我半信半疑 他可能會開始蓋牌之類 跟那個中國的青年失業率一樣 直接不說了 但只有比柯文哲重要的事情對不對 對 喔那個海坤號對不對 對 他是馬文君 我在想說到底為什麼要叫海坤號 欸 你可以看新聞嗎 他有解釋 我正要說 我因為有了這個疑問 你去Google了 對我自己去Google了 查證了 對 你用那眼神瞪我幹嘛 沒有啊 沒有沒有 剛剛很善意吧 好 所以為什麼叫海坤號 我是有看到有個說法 人家說 是說那個潛艦的命名過去 都是用那個海洋家 海洋生物 動物的名稱來命名 然後這一次是取那什麼 北明有魚 其明為昆 昆之大 不知其幾千里也 意味著他那個什麼 神秘莫測 那種感覺 對神秘的 因為潛艦就是 他要隱蔽他的行蹤嘛 這是我們第一艘國見國照對不對 對啊 的潛艦 對 因為最近大家在討論馬文君嘛 就是有人在指控他一次有 因為他之前一直有在黨預算 這大家都知道 黨國防預算 對對對 然後就有人說 我們簡介一下馬文君是 好 南投憲議員 現在是立委 現在是立委 他當初是打敗蔡培會 然後後來他進了立法院之後 他是死命的 不會英文 但死命的待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欸但他們現在是在不同選區對不對 他們 他現在跟蔡培會是不同選區對不對 現在的話我不確定 我只知道他是南投選出來的 他是不同選區 然後所以他之前在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時候 就是一直有在黨預算 可是可以想像 因為國民黨一定就是會想要刪 民進黨 執政黨 就提出來的任何預算案 這樣 不是有時候 你說凍結預算是 我不一定是我不想要這個東西做好的 而是 你沒有提出好的計畫 理由 的時候我必須要凍結 你去做一個 或者是三件 你去把我提出的問題改正 我再讓你預算通過 這個是合理的 我們不能說每次 黨預算都是他不想要做 可是馬文君 因為國民黨是一直在黨預算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2019年 因為今天這陣子就是出來有人就指控說有什麼機密會議啊 然後指控說有馬文君 他們就直接指控他 說是他一直有在 就有感覺像他在想要偷把資料提供給其他人 就是說他在開會開那個機密會議的時候 開一開還一直跑出去打電話 然後根據一周刊的那個2019年 是2019年的年初吧 一周刊還在的時候嗎 對 他那時候就有做一篇報道 他就提到說在一個機密會議中有某位國民黨女性立委 不但拒簽會議的保密協議 然後也當時沒有明確的說是哪一位立委 但就有說這個立委長期在國防委員會 然後英文不好 然後當時他 這個線索偏明顯 然後大家都 因為當時他這個會議就是在就是在那個國建國造的會議 那可是為什麼突然最近又開始要吵這件事情 因為海坤號落成啊 他應該說 他就是對亮相 大家不要被那個就是照片嚇到 他會爆成這樣是因為他的那些東西都要保持其密 有些東西不能給大家看到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照片我自己有嚇到 怎麼能讓我大一個國旗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台灣自己做 不能跟別的國家買嗎 這是一個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蔡英文那篇臉書 他其實交代的非常完整 他寫得很好 他說為什麼台灣一直要堅持要國基國造國建國造 其實這個是潛艦這個東西是海軍 就是台灣的海軍在戰略戰術上發展 他們一個專有名詞叫做不對稱戰力的一個重要的裝備 就是你要落實國防自主才能就是 他們用一個說法叫做我們備戰不必戰 就是你自己要做好準備 就是自己做自己有的東西 而且這也會影響到其他國家 願不願意幫助你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量的重點 就是如果你自己什麼耍身就什麼都不想做 你只想靠別人幫忙 人家就會覺得你很不可靠阿 你就阿斗阿 我剛好最近因為我住文山區嘛 很明顯 然後我就是在附近逛逛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賴士堡的看板 你有看到喔 有 我四年看他一次 不是每次都好大的喔 然後他就是在說什麼 只要和平不要戰爭之類的這一種 喔又來 他的看板上面就只有這幾個字 我忘記那個精確一點他是怎麼講 但是我那時候 就做樣子就好 他不用貼也會選上 哈哈哈 多恨 你記不記得之前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空軍也是 好像是訓練機還是什麼 然後有教練機有失事 好像是去年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國民黨很多立委也是在那邊批評阿 說我們要找出原因阿 我們不要 就是一直在批評國軍 對 找出失事原因 然後後來當時就有被找到 阿不對阿 你們之前同一個 像馬文軍也是 你去年 他當時也有發文說什麼 為那個 失事的飛官 對 訓職的飛官 哀悼之類的 真的這個還好 但他就也是說我們要找出原因 可是又被人家翻出 在更久之前 他也是去刪那個高教肌的預算 說一套做一套阿 對 就是你們一直在擋預算 那原因就是他自己阿 對阿 原因就是你自己阿 可是我其實現在在這邊講馬文軍 我有點害怕 因為後來前幾天不是有人就是有PO那個PTT的某個版主出來說 他曾經被馬文軍告過 他也要告阿 他這樣告那個郭錫啦 可是就有人在指控 郭錫是誰 突然指控他的那個海軍顧問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某一些台灣人一直一直在 好像搞得好像我們要部署我們自己的國防會引戰什麼什麼的 這很奇怪 就你裝鐵窗不代表小偷為什麼 小偷我歡迎你來 就是我們自己做好家裡的防盜 做好我們的鎖好門窗 然後卻而我們殺窗沒有破洞 這件事是很基本的吧 而且重點是你面對的就是中國就是這麼不要臉的國家 就是在這個整個潛艦國造的過程就是好像長達7年還8年吧 就是整個蔡英文的任期其實從一開始就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過程中的困難就是其實是完全沒辦法撥的 就是對有很多那種國防機密 譬如說什麼潛艦上面要裝什麼魚雷啊還是有的沒的武器 什麼雷達有的 對你要想辦法運那些材料 你要提防中國會給你攔截 還要提防那個有人會洩密 對或者是上那個什麼李基隆的市議員啊 你逃打 為什麼一直 就回到剛剛講就是一直 我覺得就國民黨沒有放下那個中華民國那個 我們的那個秋海棠大地圖 是秋海棠嗎 還是老母雞 現在就是老母雞了吧 就是想還是想要反攻過去 像我那代我們那代學到的歷史課本就是 我們花好多篇幅在講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到底干我們屁事 但是你在那個教課綱底下 你真的會覺得他們與我們有關 對我那時候有一陣子很氣就是 高中的歷史譬如說六冊嘛 大概有四冊的篇幅都在學中國的歷史 超多 然後世界歷史跟台灣歷史大概只佔一兩冊 然後坦白說我們以前的學的歷史課很像那個觀光手冊 就是我們在介紹中國的文化 對啊 就我小時候可以背出清朝末代所有皇帝 我可以耶 什麼康庸前佳道前同光璇 我會背這些 可是我小時候甚至不知道彭夢契是誰 然後我們背完這些東西 我們都覺得理所當然 但當我們要把 因為考試會考 當我們要把居里夫人改成她的本名的時候 大家就崩潰 對 你都背得出來清代念名字了 對啊我背那些皇帝名字要幹嘛 然後之前我們不是有 對啊和我小時候念得那麼認真 我現在中國歷史很好 要幹嘛 對就是要幹嘛 就之前不是有討論那個火山布蕾嗎 就是一個地雷系統 我想說聽起來好好吃 對啊我剛剛以為你在講什麼甜點 感覺會有裡面有巧克力岩漿之類的 他的目的是在部署在那個 算是海 沿海地帶 他就會增加那個登陸的困難 然後他是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我插一堆地雷在海裡 就有人說什麼 是不是我去海邊玩 我就會踩到地雷去爆炸 那你打仗的時候會去海邊玩 就是他那個不是 他是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去部署 然後那個東西要有一個一定的重量 像例如坦克或什麼 他才會引爆 可能大家一開始聽到都會先害怕 大部分不知道這個原因 就是比如說要比坦克重這件事情 嗨 你也想做Podcast嗎 想Fastory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置入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分潤更容易 當你自己的SugarDaddy or Mommy 那個唐安竹他算是誰 他算是 排灣竹 唐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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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為什麼突然 突然有排灣竹戲 真的要認真考台灣歷史 他說以前美國國防部對台事務部的主任 唐安竹 他之前有在一個地方有講到 他說就是美國 美國要珍藏台灣防衛的承諾 是很明確的 但如果台灣自己對軍事的投資不足 就你們自己不自救 對啊就剛剛講的 你們沒有部署好的話 你要我們去 你要其他國家去支援你很奇怪 這就很像我今天一毛錢都沒有 然後你叫別人來幫你買一棟房子 就很沒誠意啊 對對對 他說就是前提當然是 你們要有自己的完整的軍隊嘛 我們不可能一個國家 不可能去干涉別的國家 幫你們做好全部的軍力部署 這不合理嘛 如果你們都自己沒有去做到這些事的話 美國當然不可能來支援啊 而且如果做到這種程度 對國安其實也是另外一種隱憂啊 就是我們畢竟我們還是 大家都說不要當美國的什麼 小弟 對我們不要當美國小弟 那前提就是我們要自己有一個強大的國防 我們才可以當朋友啊 嗯 然後他也有講到就是 但台灣人台灣是民主國家 如果你們最後自己決定要用任何形式 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或什麼的話 這也是你們台灣自己決定的事情 是不錯啊 沒有任何國家會干涉 所以關鍵還是在於 台灣人怎麼想我們的民主 每一次投票怎麼決定 對 但很多人就覺得這些話是廢話 會嗎 廢話的點是什麼 為什麼會覺得是廢話 因為每次選舉 應該不是每次 其實我們政黨人體很年輕 我們的民主史跟我差不多大 然後可以投票2000年 就是這阿扁那一次 對 就現在23歲的小朋友 對啊其實真的很年輕 你們跟台灣的民選中 欸沒有19 欸對 第一次民選也是1996 政黨人體2000 所以1996是那個 第一次民選 第一次總統直選 喔第一次總統直選 馬英九反對那一次 對然後2000年是阿扁選上的那一次 所以2000年是第一次政黨人體 那講回來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的國防這麼重要 但是過去其實一直在刪我們 預算的就是國民黨嗎 對啊 我很不懂國民黨 像可能有些 不好意思 我也在檢查自己手機有沒有刪 因為他剛剛手機掉了 新手機小心點 欸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那個 我們 因為中國人有些人會覺得台灣人 尤其是民進黨很討厭他們 中國人嗎 你說現在在台中國人嗎 呃不是不是 應該是說大家 大家現在的印象會覺得是 認同是台灣人的人 以及認同是 比較偏民進黨的人 會討厭中國 會跟中國保持距離 這個沒有錯 可是我們從小 尤其是我那一輩 我那一代 我們學到的課本 那些告訴我們中國多落後 都是國民黨教出來的 真的嗎 因為他們以前就是 很像他啃樹皮什麼的 對因為以前 以前我們的 大躍進那些 所以要救他們 以前我們的文化就是 台灣比較強 就國民黨教育是 台灣比較強 我們要反攻大陸 然後中國很落後 然後我記得我到高中 都一直以為中國沒有 就是很窮很貧困 什麼什麼的 吃土啊吃樹皮 這些不是民進黨教 這些都是國民黨教我們 然後他帶領這麼多台灣人去 從小到大去認知 一個鄰國是很弱的 然後等到他們被輪替完之後 他們現在又在 舔得跟什麼一樣 就想要依附大國 就是有點不懂他們在想什麼 可是我覺得這個好像難免吧 因為時代在演進啊 是吧 我想講一下 因為最近這個海坤號這件事情 其實是滿激起大部分 台灣人的愛國的心情 然後現在又接近 國慶 然後大家其實 馬英九啊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現在其實國慶的英文名字 是叫台灣 National Day 台灣 National Day 對 其實我覺得身為台灣人 就是蔡英文我覺得 最佩服他的一件事 是他建立起台灣人的光榮跟自信感 所以馬英九就很不爽啊 所以我之前就警告過 你要改你就不改 那我不去了 他用ROC是不是 對他用 他就是兩個中國啊 他就堅持是中華民國啊 大家知道我們 你們放下這個執念吧 我們曾經有機會改成台灣 你就阿扁的時候嗎 不是不是 我們在很久以前曾經有機會 可以改國號成台灣 就是你們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曾經在聯合國嘛 中華民國 然後後來美國決定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 那這樣就會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兩個中國 對 所以當時其實有一個討論是 要不要改國號 那個時候 對 跟蔣介石說 你要不要 我們都希望 你們的政權留在 你們這政府留在聯合國 但你們要不要改國號 當時有很多國家 日本英國什麼都希望你們要不要改 例如改成台灣 中華台灣共和國 或是什麼什麼的 但 你也知道那個歷史背景是 他們非常想要反攻大陸 對 不放棄中華民國的 他們覺得他們還有機會去拿下 中國大陸那整塊地 所以我們才 他就決定不要 我不要改 我就是中華民國 你們那麼落後 你們就是 我們一定會打贏你們 所以他沒有 講介石 堅持不改 我們錯過了 我們錯過了 然後一直 當然他們當時 對他們來說 有點像是我們這個國家要滅國 如果你叫我改國好的話 但馬英九到後 但那時候他出來講了 我記得他是發臉書文吧 反正他就最後 就還是在最後面說什麼 我堅決反對台獨 什麼的 我真的是不敢想要這個人 當了八年的時候 我覺得政治真的是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政治就是要 像渣男 不是 不是那句 政治怎樣 天啊我的 我今天腦袋好頓 你心還在小流圈 政治是各種退讓的結果 就是像 你當然說 民進黨以前是比較支持 天向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對 但在蔡英文上任之後 陳腿扁上任開始就有發現 有很多務實層面要花很多時間解決 像我們 如果要更改國號要什麼 很多門檻很高 然後很多很容易激起一些爭執對立 所以一直在調整中 我們要怎麼找到一個 就是一直妥協 這個就是我前面你在講 我覺得路線修正 其實我覺得只要有合理的理由 合理的考量 其實是我可以接受 所以後來蔡英文比較定位在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定位 然後其實也有一部分人不太諒解 他這種比較軟性的 比較中間 因為取得一個中間值 最後我想要講說就是 我覺得蔡英文這幾年來 因為大家還記得以前 其實軍人 就社會普遍對軍人其實有一點瞧不起 沒有尊重 對沒有尊重 他們也沒有光榮感 對對對就會覺得說 你們就是為了賺錢 然後你們又什麼 你們沒有什麼嚴格的訓練 你們就是掃地啊什麼的 等等的 對於軍人其實是 不會覺得說 你是在為國家工作 對 然後我覺得確實這幾年 但現在差很多欸 我覺得 可是國家認同感很重要 蔡英文漸漸在開始 把我們軍隊的光榮感找回來 然後就是 讓軍人也會覺得說 我確實是在為國家服務 而且我記得最一開始 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還有人說什麼 穿裙子了怎麼可能 可以當三軍統帥 對還白冰冰說的 白冰冰就是說 學什麼女總統淹大水什麼的 我覺得好荒謬 就是荒謬 來了今天的荒謬來了 真的很噁心欸 就是人家當時還算說 他穿裙子不能當三軍統帥 結果沒講到他是 是不是他不穿裙子 欸不只不穿裙子 而且是歷任以來最關心國軍 當了最好的三軍統帥 當了最好的三軍統帥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覺得不管是國防還是文化還是各種地方 因為我剛有說 趁大家連假出去玩 然後反正就是 應該是說像海邊好了 其實有很多國家都很漂亮 可是我自己有發現 例如我在台北 或是我不管在哪裡 看到比較舒服的環境 我會有多一份感情 是因為這是我的國家 就這是我們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土地 欸我必須說 台灣真的非常非常美 尤其是水類 什麼西亞什麼海那邊 我之前在國外嘛 然後我常常可能會去他們 像Milburn下面那邊 好像什麼大洋路 然後去看他們沿海的那風光 什麼他們好愛 他們好愛 然後我就說什麼好美 可是我就想說 這個其實台灣也蠻漂亮的 我覺得可能是真的美 可是像我小時候去美國看大峽谷 會真的覺得美 可是就是在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 你看過大峽谷 我看過大峽谷 大嗎 我整個大腿軟 我整個大腿軟 應該說對台灣會有特別的那個 像我們看到的 這樣講也會有點抽象 但我們在台灣看到的山 不是山 看到海 不是海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家 然後你會對這個土地 會有感情 會覺得它很 對 因為你如果常常待在台北 你的視線 你的視野 因為台北雖然是最多人聚集的商業中心 可是其實台北的視野會讓你變得很窄小 你真的搭高 對 你真的搭高鐵往南 然後去看那整片那個佳南平衡 你去的小琉球整個不一樣 你的心胸都打開耶 你會真的覺得這個土地很大 然後它有各式各樣的人跟需求 很多事情不是我們在台北去 所以我很喜歡回彰化就是這樣 你會很舒服 就是一整片的田 一整片的草地 就會讓你覺得 這是我的家鄉 我的故鄉 故土 然後你會發現有很多很可愛的人 他們有一票 他們關心的事 不見得是你現在在台北注意的事情 是 沒錯 而且我想要就是 因為那個中秋連假新聞 不是都一直會爆說什麼 哪裡哪裡爆滿啊 那我們家人就在討論就說 現在什麼 去墾丁又跪又遠 大家都說什麼不如出國 可是我就覺得 的確就是譬如說這些 觀光的交通可以再更進步 是一些 的確有人在講說 不管是墾丁還是宜蘭哪裡的 觀光產業的確還有進步空間 就是飯店什麼真的也都是偏貴 可是我是覺得 就是台灣的那個觀光實力是很好的 肯定真的還是很美欸 台灣的資源真的很豐富 雖然我前陣子才剛去完韓國 我就好像沒什麼資格說這些事情 可是我還是很推薦 大家留在台灣玩 這就是之前我們講過就是 國家文化的認同感 就是我的確像我很哈日 可是我哈日哈到一個極限邊緣 你不會想要成為日本人 應該是說你哈到一個邊緣之後 然後他剛才否認了 所以他可能有想過 你哈日哈到一個邊緣之後 你會有一個 我終究不是這裡的人的感覺 然後你終究會有一個覺得 的確我覺得以前我們很多哈日主持 很想變日本人 是因為就是文化不自信嘛 我覺得我要的東西 我要的精緻 跟我要的文化不在我的國家 可是這幾年有越來越多的人會覺得 我們想把好的東西留在台灣 是 如果我覺得有什麼是好的文化 好的做法 他們會覺得台灣可以做做看 是 所以這幾年其實你會在台灣找到很多 很認真的人在做好一些小事 然後把這些小事做大 好棒喔 我給蔡英文一個愛的鼓勵 真的 不要再唱衰 唱衰還是唱衰 唱衰 不要再唱衰 再說一次 唱衰 不要再唱衰台灣了 或者是一直說什麼 什麼這個怎樣怎樣 這個怎樣怎樣 就台灣 哪個怎樣哪個哪樣 不是你要 對啊 要不要直接說出來 講清楚 好啦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我們就大概講一下 那最後提一下就是 我有看到有人說 很希望發發講那個 無史放地的事情 無史放地 哈哈哈 好 英文不好中文也不好 我怎麼覺得我講會變另外一個故事 哈哈哈 好啦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阿真的要講 你是真的要講這個故事嗎 無史放地 沒有我們說我們這集沒有 會太多屎屁尿吧 對啊 那個自己去查啦 馬文君說 是馬文君嗎 我們每集都要強迫大家留言 但我們要 但是你又不回應人家 你知道嗎 搞到那一則精華 有非常非常多的留言 但我不知如何回應人家的心理 我以為你會回 我要回勝嗎 為什麼 為什麼你開的支票都要我退縣 哈哈哈 跟我屁事 哈哈哈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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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 IG YT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 重新錄一段 追蹤併 還有限動tag我們喔